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 欢迎收看5月24日阿北聊是非 我是总经专家,消光者分音师 今天标题直接跟大家谈到 因为昨天美股的反弹力道比预期弱很多 当然道琼跟标普还算及格 但是纳斯达克跟费半指数 其实它反弹力道比预期要弱很多 它在显示什么 显示即使已经大跌了这么一段 在美股的卖压还没有完全结束 也就是说在反弹的过程 这个包括应该是大机构 还有这个市场大户 即使他们还是一直积极的在卖股票 所以才会造成昨天美国的科技股 它的反弹的力道非常的弱 好,那既然出现这样的现象 要去小心 昨天谈完之后 卖压如果没有解除 今天可能会再下探地点 所以今天美股我个人的判断 是往下去撤低的几率比较高 好,那这个我们从几个迹象来做观察 第一个就是刚刚谈到的 昨天纳斯达克它的反弹幅度 它并没有把前一天这一根黑K就收付 所以它还是在一个下跌形态的过程之中 它还没有出现一个明显的所谓的止跌几下 它还没有出来 这个是主要原因之一 那另外的原因 可能要请大家去留意的 比特币 比特币它还是昨天留意跟长黑下来 虽然昨天美股是弹的 但它要测到的低位 要测到的低位 那万一今天晚上比特币再往下落 那可能今天晚上美股的压力会出来 这个是观察的重点 第二个重点 第三个重点是很重要的一个重点 大家稍微了解一下 这个重点非常重要 就是美元 美元从105测到102 这么大的一个回调幅度 这么大的一个回测回调幅度 照道理说 这个连续一个多礼拜 这么大的一个回调幅度 如果说美股 它不是实质新的卖压很重的话 应该这一个多礼拜 美股应该是要弹升的 我们看一下 这七八个加益是什么 美股应该是要弹升 而不是这边再往下落 它应该是维持在这个上方 那如果说 连美元连续七八个加日 从105回测到了这个102 这么大的回落幅度 美股都没有确认一个 比较转强 谈升的一个姿态的话 那我个人的看法 美元有可能今天晚上 会开始往上谈的 那测到102 测到102之后 那我认为 它有可能今天晚上会往上谈 如果说它开始往上去转强的话 那它这么大幅的回落的过程 美股都没有办法 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弹升转强的姿态 那万一美元又开始往上走 那你就要去小心今天晚上 如果美元要往上冲的话 那美股大概又要来测这个低点 或许又破这个低点 那就代表的是卖压完全没有下滑 它会继续往下落 这个是第三个观察的重点 那第四个观察的重点 也是在这个 最主要形成 今年美股反转的原因 就是所谓的市场利率 十年级贡材质率 十年级贡材质率 这一波大概已经回调结束了 那回调结束呢 这边震荡过后 它会再走强 那如果说这个债券质率在走强 那对于这个所谓的 美国科技股的压力 它又有可能会增强 所以我想这四个重点 第一个比特币没有转强 又有点在测低的现象 第二个就是 这个昨天晚上 美国科技股的反弹幅度太小 这个反弹力道太弱 第三个就是美元已经测到102 那要去提防测完102之后要转强 转强那会对于美股又形成压力 已经 十年级贡材质率回测完了 已经好像已经有一个 见到回测的低点 这边可能会慢慢的 开始转强 那这个都是对美股 接下来的走势比较不利 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重点 这第五个 也希望大家去留意的 为什么说美国股市的 这个卖压没有结束 就是所谓的恐慌指数 如果说美股要回复稳定 它要回复稳定 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持续性的谈升的话 那你至少这个 VIX指数 恐慌指数要回到20之下 但现在恐慌指数在哪里 它就接近30 它就接近30 就是在上个礼拜这波回测 我跟大家谈到这个支撑25 这个中心位置 它没有做跌破 所以它要谈起来 所以现在VIX指数还是偏强 30以上代表风险很高 那万一今天又往上走 突破30呢 那你就要去小心 那为什么VIX指数 在这一波美股下跌的过程之前 之前那都是涨一波就回来 涨一波就回来 涨一波就回来 那这一次为什么涨一波没有回来 还是维持在今天30 也就代表的是 从VIX指数来看的话 其实美股的风险 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解除 那为什么VIX指数会维持强势 比较偏向涨势 就是代表那一些大型的投资机构 他们还有比较多的股票想要卖 所以他们会先去买进 这个风险指标VIX指数 那当这个卖股票 美股下跌 它会往上涨 那这边它可以赚到一些利润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所以我用五大迹象来观察 我认为今天晚上 美股就有可能会怎么样 短线昨天谈一天之后 因为反弹力道太小 今天可能又会再往下去测低位 可能又会再往下去测低位 这个我想主要今天跟大家说明 那当然不一定啦 你要等到美国市场开始之后 看比特币 它是持续偏弱往下落 还是它又走强 如果又走强的话 那大概美股是震荡整理 除非它又往下落 又往下落 那可能今天晚上美股 就会再往下去探低点 除了这个之外 让我们稍微看一下在目前美股电子盘的部分来看 以道琼电子盘来看 现在跌两百多点 其实这也是小小小小 case 就是说比较市场开市之前比较没有偏那么乐观 然后纳斯达克电子盘的部分 目前大概也跌了两百多点 它又把昨天这一根红可以吞噬掉 所以我想在大部分的卖压 都还是集中在科技类股 还是集中在科技类股 这个是在盘前 不管说美国电子盘 可能已经检视今天晚上美股走势 可能就不会像昨天那样 那就比较偏向影不妙 那这个资金风向球比特币来看 现在测到低位 那如果再往下影线的区间去走 那就代表的是它无力反弹 无力反弹你就要去小心什么 低档放量 这个在这四天 这个低档放量之后我就跟大家谈到 除非它可以转强上去 要不然你要去小心 这边既然低档放量无力反弹 可能代表它还要再大跌一波 可能还要大跌一波 那当然今天晚上会不会开始启动跌市 我不知道 但是一旦它在启动跌市 那对于美股的走势 就会越来越不利 它可能又会持续的往下探 持续的去创低 那从VIX指数来看 其实美股的风险 即使跌那么多了 都没有任何的往下降的现象 都没有任何往下降的现象 那如果说大家有问题的话 大家尽早把问题迫上了 才不会我没时间 跟大家做回复 好那这边温静雄问到 新市第二季收到美国后 并且说资金明显流出 不过部分债券相对有成病 我给投进表示 目前的评价过去 禁止投资亚洲战券 债券的话 我认为买点还没有到 当然如果说你是真的钱太多了 那你不求多 我就只要3%的固定利率 当然10年起供债值率来到3% 你就去买 但是它3%不会是低点 这个不会是高点 就是说值率率3%不会是高点 那也就代表债券价格 它不会是低点 因为你要等到美国利率的升息循环结束 债券的价格才会落底 殖利率才会到达顶端 那我想就是你现在要去买债券 我认为还不用了 还太早 你要等到这个升息循环结束 这个简单的来讲 好那这边有朋友问到 如果美元弹升 黄金会跟着美元悄悄反的走势吗 当然美元往上走 对黄金来讲 黄金的价格是比较不利的 但是它不是绝对的 它不是绝对的 黄金还是有它本身的一个价格的一个走向 如果说这样讲的话 我们看一下 如果美元涨黄金就要跌 那过去的走势就不对了 我们看一下美元已经涨多久了 它已经从 我们之前的不看就五月份去年五月份 大家一年嘛 美元从89.5一路涨到105 这个涨幅很大对不对 好那这段期间黄金有没有跌 我们下车幅很大对不对 去年五月份在这里 这段期间黄金有没有跌 其实黄金并没有跌 黄金并没有跌 所以你说美元要走强 黄金就要往下落 其实也不对 我们看这一段 在二月份 二月份这一段黄金的涨势 今年二月份美元是什么种 今年二月份美元是大涨 黄金也是大涨 为什么 因为他们同样在反应通膨 同样在反应通膨 美元如果说回到这个位置 他的修正幅度已经达到满足 他当然会再往上走 黄金他当然不会因为美元往下走 他就怎么样 就往上走 他就往下跌 我想这个是一个 影响性是有的 但是他并不会有一个绝对的负相关 不会有一个绝对的相关 那黄金我的看法没有改变 就在这一天 这个黄金看起来最弱的这一天 我是不是斩钉截铁的跟大家谈 你如果要做黄金 1800以下就是买点 因为接下来 他会有什么通膨的推升力道 他会有避险的推升力道 所以现在又来到1860以上 慢慢的这一波我的看法大概会到1900到1920 这边会稍微震大 震大过后 那我认为他还有机会挑战2000这个位置 那他大概就是这样大区间 就是这样大区间 这是在黄金的一个看法 那今天还有一些经济数据可能会影响到 今晚美股的就是 美国五月份的这个Market的制造业跟服务业的PMI 这个PMI市场预期是小幅往下掉 维持小幅往下掉 如果公告出来的数据这个下降的幅度比预期还高 那可能对于这个美国经济 接下来进入衰退的优势又会增长 这个对美股可能就比较不利 另外的话就是这个美国 Richmond Richmond年储的一个这个制造业指数 先前已经公告的包括这个纽约州 他进入到一个比较严重衰退的现象 费城的制造业指数也已经持平了 也没有在增长 好那现在这个Richmond市场预期是从14掉到10 那我认为他的数据会比10还要低很多 或许跟纽约州一样进入到负值 如果说这个Richmond州的一个制造业指数 也进入到了衰退的状况 呼应到纽约州 还有这个费城的一个啊 制造业指数这种明显下滑的状况 也出现在啊 今天要公告的这个Richmond州的话 啊 再加上如果说Marketer 啊这个制造PMI跟服务业PMI 都低于市场预期啊 可能对于今天晚上啊 这个美股的这个压力可能也会再形成 可能也会再形成 好这个在今天晚上 呃这个9点45分 我们留意的啊 9点45分留意的是这个 呃这个Marketer的PMI 啊10点钟留意的是 呃这个Richmond州的一个制造业指数 好这个我想是今天晚上数据的一个观察重点 好那回到行情的状况就是 呃我想 啊5个大重点我已经跟大家谈了 好那第一个观察的还是在这个 好这个啊 今天晚上美国市场开始之后 看一下比特币的表现 然后呢去留意这个美元测到102之后 会不会出现反转 我个人预期它出现反转的几率很高 因为从105回测到102 该有的这个多单获利出场 大概也高一段落了 啊那接下来呢 呃 美国下个月要升起两码 还有市场有人预期呢 可能一直到年底 他每一次的 呃这个利率决策会议之后 都会升起两码 啊那就代表利率会越升越高 再加上呃 下个月开始6月份开始 他直接从市场大量回收资金 好他都会让美元 好美元 我现在讲的是美元啊 不是看比特币 好他都会让美元的上行的趋势不会改变 上行趋势不会改变 你现在短线上啊 美国市场开始前他小破102 好那就如在之前黄金了 好那个小破181800的时候 我跟大家谈到他往上走 那我这边也可以比较 呃我的观点啊 我的观点这边应该会见到地点往上走 那当然我的观点不一定会对 啊只是我猜中的机率比较高 好环境也被我猜中了 看看今天晚上美元会不会被我猜中 大概就是这样 好那其他的关注的焦点就是 万一今天晚上week指数 好如果说今天晚上week指数又出现往上供 呃来到30以上 好那就代表的是 其实美股的风险真的没有消除 好真的没有消除 好这个是在今天晚上 呃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呃 观察的重点指标啦 观察重点指标 好那 呃这边朋友问到的是 顺德空单 呃空单我的看法啦 我的看法 如果说你能够忍受短线上的波动 那你都可以抱着 好因为趋势已经往下 啊这短线的反弹会发生到什么时候 会谈谈的幅度有多大 这个没有办法去做掌握 这个是市场情绪影响 但如果说你可以去忍受过 忍受掉短线上的一个反弹 它反弹结束 它就再往下跌 就再创新低 啊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子 啊操作上尽量是 呃以主要的趋势为主的 那至于这种短线的 这种情绪的波动 我个人的做法我是忽略掉我不去看 啊如果说你很在这种短线的波动 你往往会怎么样 你的操作方向会摇摆不定 那摇摆不定呢 啊接下来的一个结果就不会如预取那样的结果 好这个还是要提醒大家 好那美股开市之后 还是有一个指标要看的 就是如果说我们看股票的话 我还是建议大家你就看苹果嘛 好这样苹果 好苹果在昨天晚上有比较大幅的拉升 比较大幅的拉升 但它刚好到一个空方阻力位 好现在电子盘来看的话 它又回跌了将近两美元 回跌将近两美元 如果说昨天晚上的苹果 就是来到这一根长黑的中轴 今天晚上如果说没有办法再往上走 又往下掉 像电子盘的状况又往下掉的话 那就可能代表的是 今天晚上美股可能又要再往下去探低点的 几率就比较高一点 往下探低点的几率就比较高一点 好这个我想是今天晚上 主要跟大家做的一些观察的 重要的一些指标啦 好那可能有一些朋友 如果说你有在操作这些金融商品的 我再帮大家追踪一下原有了 看看原有的走势 看原有的走势 有没有跟我们预期的不一样 没有嘛 它就是缓步的在震荡走势 它反应的就是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 好那只要原有它没有出现缓转 还是一样缓步在震荡走势 也就代表的是 其实目前全球通膨没有任何的减缓 尤其五月快过去了 在这个 之前你有听阿北聊是不是有跟大家谈到 为什么这个四月份的美国的CPI 跟三月份是比较持平 没有再继续往上冲 就是因为三月份的平均油价 是在大概112 好 这个月的平均油价是在112 四月份的平均油价大概在102 大概在102 那五月份呢五月份的平均油价呢 它是往上走的往上走的 那如果说五月份的平均油价又来到110 那你就要去小心 五月份的美国的CPI通膨数据又会破表 又会创高 这个我想在之前就已经跟大家提醒过了 所以你不用因为这个 因为四月份平均油价有一个大幅的往下掉 一桶掉了将近10美元 这么大的一个原油的价格下跌 它并没有让通膨数据往下掉 而是维持在持平 就代表的是 四月份除了油价往下跌之外 所有的物价都还在往上涨 那当然如果说五月份 所有物价继续涨 油价又涨上去 那大概五月份的CPI的数据 它就会呈现一个再往上去创新高了 所以通膨没有任何的减缓 那当然这个六月份 这个所谓的 美国联准会的升息 它是在五月份的CPI数据公告之后 所以你就不用去寄望 下一次的美国联准会的升息 会低于两码 这个就不可能 最起码就是两码 会不会数据冲得太高 那直接升三码 其实这个都有可能 好 那我主要跟大家谈的 重点就是 我想一下 重点就是 这个美国今年以来 这个趋势的反转 它第一个因素就是通货膨胀 已经来到四五十年的新高位 所以因为通货膨胀带动到的一些影响 带动到市场的利率持续的走升 带动到所有的物价持续的高涨 带动到美国联准会不得不开始采取 不只是美国联准会 全球的央行都同步在大幅持续性的升息 那带动到自市场资金开始进入到收缩的状态 为了要去压制通膨 带动到整个经济景气从高峰明显的反转 那不管是经济反转 不管是利率走升 不管是资金的收缩 都代表的是整个大环境上 对于股市是越来越不利 所以美股才会在最近这几个交易日 即使美元指数从105回测到今天 已经短线跌破102了 这个美股没有在反弹的上位 而是又回测到低点 今天如果说美元开始测到102 又开始转强往上 短线上的多单获利了结 没有要结束结束之后又往上 那你就要去小心可能美股还是会往下落 那这个风险还是持续存在 风险还是持续存在 好 那这个我想大概就今天晚上跟大家谈的 那这样今天你看起来 这个美元指数已经跌破102了 你会认为这个跌势还在会继续跌 我的观点就是那 但我的观点不一定会对 就像在前几天黄金跌破1800美元的时候 我跟大家谈到1800美元以下 就是做多黄金的机会 你现在看它涨起来 或许过两天你就看到美元涨下去 那这个就是操作上 操作上 我们必须要先从大环金的状态 去对于价格走势去做预先的判断 因为当你看到它涨起来 例如说黄金 黄金如果说你没有听我的 想要操作黄金的 在它这边跌破 在它跌破180的时候进场去做多 你现在去追成本差了多少 差了将近60美元 那黄金一波的波动 大概就100美元 大概就100美元 它每一波的波动 除非这个 这个是因为恶物战争 这个比较异常的 你像从接近2000 大概到1900这边就会开始有震荡 然后再往下落 这边来到大概1900也就会开始震荡 所以我想操作就是 当机会来的时候 你要先去预作判断 才能够抓住机会 比如说像比特币 比特币我知道很多投资人在操作 那如果说在去年底11月份这个时候 它来到接近6万8000美元的时候 如果说你有看北较是非 我直接告诉你 你有比特币的要赶快卖 因为接下来它会大跌 那如果说你在这里没有听我的 你到这里才去做一个 看到跌破了这个前低的 你才去做一个喊出 那这么大的一个损失 你大概 因为大多数是这个所谓的保证金交易 你这边大概已经断投三次了 那如果说在这里反弹 你再不知道要去做一个出托 你还是持续去做多 在这一段跌股下 你大概又要断投一两次 这个就是很多时候的 当一个行情走势要出来之前 你可以事先从大环境的状况去做判断 那唯有掌握到先机的才能成为市场赢家 而不是一直在追逐这种短线的波动 追逐短线的波动 你只会不断的追涨沙跌 买高卖低 那这个是不可能获利的 有时候你就是要有一个勇气 有什么勇气 当价格的波动出现不合理的状态 你要有勇气去跟市场的一个方向去做对作 像这边全市场都在封比特币 因为它创的历史新高 那个时候如果说你有勇气跟市场去做对作 你去做空的话 像这一段它已经跌了六成 跌了六成 跌了六成 你可以赚多少钱 因为它是杠杆交易 你稍微想一下就知道 想一下就知道 这个我想都是一些操作上的观念 这个已经聊得已经有点比较离谱 我主要跟大家谈到今天晚上美股稍微小心一点 稍微小心一点 或许它有可能会再往下撤 或许有可能再往下撤 这边问到3707汉磊的止跌点 我的看法 它还有机会叫腰斩 这个汉磊也是我在做空的一档股票 我认为这个价位在腰斩应该是看得到 好简单来讲大概就这样 好那 今天晚上的分享大概就是这一些 因为今天也没什么重点 还没什么重点 好那刚刚谈到今天晚上 我判断美股有可能会再下撤一点的五个重大原因 大家稍微把它想一下 然后那五个指标你去观察一下 好今天晚上你就自己去观察一下 好那如果说我的分享只是提供大家参考的 那我推荐大家去观察的那些观察指标 你都可以自行去做最终观察 当你经过一段期间的最终观察之后呢 你自己就可以养成你自己的一个独立思考判断 好那也不需要每天听我说 今天大概会有什么状况 但这些比较临时的变动 我会在这个阿北聊事非这个节目上跟大家做提醒 那长期观察指标啊就提供给大家去做一个啊 自行观察 好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祝大家抽策顺利 明天再会